中国才对澳大利亚心软,后者转身就在南海插了我国一刀 飞军即将迎来秘密武器,果然不能心软 大家好,欢迎来到赵特长观察室 尽管过去澳大利亚为了讨好美国不惜与中国断交 但看在该国多次寻求与我国对话,缓和中澳关系的份上 中国还是给这个国家一些机会 今日中国对外宣布恢复进口澳大利亚的木材 而目前中国海关也已经将此时通过正式渠道通知了澳大利亚的农业部 而与此同时,中国驻澳大利亚的大使肖谦表示 希望阿尔巴尼斯总理能够尽快地对中国进行访问 以促进中澳关系进一步改善 而到这儿,中澳之间是一片祥和 没想到我国这缸松口,澳大利亚转身就在南海插了我国一刀 据悉,几乎就在同一时间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对菲律宾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 而在这期间,黄英贤表示 澳大利亚方面计划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无人机 以及一些相关的训练 帮助菲律宾在南海局势升级之际提升该国的海上能力 除此之外,澳大利亚方面还打算跟菲律宾交换信息 并且向其提供技术上的援助 比如帮助菲律宾对付海域非法捕鱼的情况 黄英贤嘴上说,澳大利亚与菲律宾之间的合作 是为了支持东盟国家地区以及安全所做出的贡献 但其实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什么向菲律宾提供援助根本就是冲着中国来 澳大利亚在意的是帮助菲律宾来对抗一下中国 尽管黄英贤全程没有提及中国 但不管是提及要帮助的菲律宾 说这个要提升在南海的海上能力 还是帮助菲律宾对付海域非法捕鱼的情况 都是在暗粗粗地指着中国 对此是不是有些熟悉呢 所谓的非法捕鱼美国之前也没少提及 而此番澳大利亚怕是美国学的 当然这件事情上比美国更可恶 竟然扯到了东盟 试图偷换概念 把武装菲律宾对抗中国 说成是东盟对地区和平以及安全做出的重要贡献 而借此变相挑拨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 看来澳大利亚它再怎么改变 骨子里还是反华的 而对中国始终存在着敌意 始终是站在中国的对立面 之前的嗜好不过是有求于中国 希望中国能够在经济上帮助自己 所以大多数人都说 澳大利亚阿尔巴尼斯政府 虽然相比前任莫里森 在对华的立场上没有那么的歇斯底里 但是连美抗中的主基调 却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 总的来说其实就是一句话 澳大利亚还是五眼联盟 四方对话机制以及澳克斯联盟的忠实成员国 而站在十字路口之上 它最终还是会跑偏 看来对于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 我国还是不能太心软 而至于菲律宾 该国本就在美国的怂恿和蛊惑之下 开始在南海问题上上蹿下跳 甚至几度要与我国硬碰硬 比如说公然与美国举行大规模的军演 比如说在南海投放浮标 以此来宣示主权挑战中国 加上现在有澳大利亚的支持 这马克斯政府恐怕会更飘了 澳大利亚引以为傲的秘密武器无人机 如今援助给菲律宾 不出意外的话 南海会掀起新的大浪潮 而对此我国也要做好准备 时刻出手反击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点赞转发 留下你的精彩评论 感谢观看